你只有一種情形 叫什麼提前開議 除非是這種情形 OK提前開議可以 提前開議那也是打臉韓國瑜 那就變成韓國瑜打臉自己 對你就聽了這個傅昆琦的話 所以不必嘛 就這樣跟他講 我告訴你 傅昆琦要把球丟回去 韓國瑜可以不接啊 因為你丟這個球是沒有章法 沒有理路啊 沒有正當性沒有道理啊 你說我就要這樣啊 那三黨有共選 請問一下民進黨有答應嗎 沒有啊 不是說大家要求召開協商嘛 所以未必需要嘛 這第二點 第三點我覺得 對我同意傑昆講的 老江湖啦 他哪裡不知道 盧秀燕想趕快翻過去 這個東西一鬧大還得了嗎 你看他們其他人怎麼圓的 柯資恩厲害 他說這個是食安問題 老天啊 這是食安問題嗎 這是一片肉 這個落水三千只取一瓢營 他是豬肉三千只取一塊燕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那這個東西可是因為台中的事情太詭異了 調查下去真的是 也許會牽扯出一大堆故事出來 所以盧秀燕急著他成人個案 他想翻頁過去 好那我覺得傅昆其實一方面見烈欣喜 他要表示戰功 我就是要叫你陳建仁來 我就要想這個顯擺顯擺 然後我要給你韓國瑜的下馬 後續要杯葛 不讓陳建仁上台 我這些都要 我就是要變成立法院就是我作秀的舞台 盧秀燕我管你什麼 第二點盧秀燕 你要當2028的霸主嗎 對不起喔 國會現在我是總召喔 我有兵權的喔 你要不要來跟我示好一下 還有不要忘記喔 我當初也是Kingmaker喔 朱立倫當初多重用我 他當黨主席的時候 我在後面出謀劃策 郭台銘要選也要我 那你盧秀燕 你要2028爭霸 你以為你台中王夠嗎 我這個花蓮王現在要當國會王 你不來尊重一下嗎 所以一箭幾雕啊 他最後他最想的可能是什麼 也許他要當國民黨 真正的真正的那個 無影手的那個真正的老大 蘭姨每個人都要展現他的實力 每個人都不能夠釋說 但問題是把立法院搞得一團亂嗎 林涛這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立法院的議事處 早上說院長未變召集協商 結果國民黨團 傅昆吉就說還是要靜候 這個院長召集了 那到底是 現在是韓國瑜跟傅昆吉 在互征主導權嗎 其實不會啦 就是說大家針對這個立院 剛開始接下來20日 要開一搭很精彩很熱鬧 我覺得大家看到立法院的朝氣啦 這是第一個 朝氣 因為大家就很精彩嘛 不是各種故事 都快中暑了 可是你看 你看這一件事情是怎麼樣 這件事情是早上 是無私曉出來開記者會 他拿一個A4的紙 他拿一個A4的紙 兩行字 就說議事主有說這些 那一份既不是公文 也不是變遷 就是醫師A4 我自己在家裡登打 我都可以印出來了A4 然後 那你意思說無私曜是假照意識數的意思嗎 不可能吧 我的意思是說他拿出這個文件 感覺上面就沒有一些關鍵 他就是來訊 對 所以我覺得他就來訊 來訊他要講清楚嘛 這個訊息是誰給你 有沒有經過方法的抓 對 意識數 那我覺得光寫意識數來訊 我覺得他沒辦法接受 所以你看國民黨團是這樣 國民黨團直接去問意識數 你有發出這個函嗎 意識數直接講 沒有發出這個函嘛 你又發函嘛 人家是來訊 所以人家這個國民黨團 在第三點有提到嘛 這依整個的相關的規定 他確實是可以要求 他要召開這個朝野協商嘛 就算到最後到底17號要不要開 再急 那到最後也可能也不開 可是國民黨的黨團 有沒有這個資格 會有這個權利去要求朝野協商 他是有資格 是有權利的 可是這樣感覺上是有點硬逼著 韓國瑜要接受付困期 或是國民黨團的這個意思嘛 其實我覺得不會啦 而且韓國瑜就是沒有啊 就是沒有 到今天他也沒出現啊 基本上如果下午就沒有 今天就是明天了耶 對 就明天了啊 所以你當然有權利可以去要求 那我們就看韓國瑜今天 韓國瑜要不要配合嘛 因為都很感動的啊 我覺得啦 我覺得現在沒辦法糾結時間 因為17號就是明天了 明天你要開花啊 唱歌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今天啊 如果假設有這個朝野協商 我覺得一併討論 包括過去大家提到的 如果陳建仁院長他要提這個 要質詢的之前 要不要多一個專案報告在前面 那這個專案報告的內容是什麼 是不是食安 還是大家關心的經濟的問題 還是兩岸在爭端解決爭議在漁權的部分 就是這些議題我覺得是在這一次的朝野協商 大家一併把它談清楚 因為整個過程的混亂讓人家覺得是 這個傅困吉和韓國瑜在互徵主導權 那當然也大家注意到啊 傅困吉說花蓮要辦一個兩天 三天兩夜的共事營嘛 那這個建仁院長覺得動作蠻大的 把所有黨團52位立委通通拉到花蓮去 還有眷屬 眷屬令有安排 我覺得啦 我中文科我是很希望 這個過年的期間 因為他是辦在二月底嘛 我希望可以提早辦好不好 提早下禮拜辦一辦 有這個共事營 大家的親屬互相互動一下 我覺得這一個 這不錯啦 這是蠻好的 不是還要提早開會嗎 這個是開會的時 可以來開會的上班時間 星期一耶 可以可以 我覺得大家也不會去全城啦 可能眷屬會留著花蓮 大家去觀光一下 可是我覺得委員院都太忙嘛 去質疑一下 或是整個參序一下 當然熱絡交換一下意見 很難全身參與 對 我覺得會好很多啦 對 如果現在國民黨團到底是 是要站還是要合 是要杯葛成建人還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傳出就說 有人覺得要透過尋答 才能知道整個的狀況嘛 可是包括這個傅困吉 或者林思敏 可能他們就認為 這個如果林思敏開不成 就杯葛不讓隔窺 可以上台 所以這個翼三兄 怎麼看國民黨到底是在亂些什麼呢 對 這件事情分三個層面 第一個制度上面剛才已經講過嘛 所謂的現在已經在會期期間 就沒有開臨時會的必要嘛 而且招開臨時會的時程 韓國瑜都講嘛 經院長指示 因時程跟作業程序考量 未變召集協商嘛 你連朝野協商都已經來不及了 何況是要召開朝野協商之後 再召開一個臨時會 而且這件事情 他根本就是不需要召開臨時會嘛 剛才林陶會講過 我上一個節目跟林陶有私底下講 你們就說專案報告裡面 有一項叫做 施政報告裡面有一個專案報告 就叫死案報告就好 你為什麼要召開這個臨時會 所以這整件事情 跟程序跟法制都沒有關係 傅昆奇做了五屆立法委員 他怎麼會不知道 他就是先排給韓國瑜看 叫排嘛 我才是老大 我才是老大 還呈現一件事情 共識營立法院都開議 還建立什麼共識 民進黨的共識營 什麼時候開的你知道嗎 1月23號 1月23號還賴清德主席 直接出席這個所謂的 民進黨的黨團會議裡面 去召開這個所謂的共識營 共識營之後 29號馬上召開所謂黨團會議嘛 現在本來就已經進入到 坐戰的時候 所有的黨團都是正式會議 還有什麼叫共識營 不是共識營 所以安排這個三年來 是很刻意之為 沒有共識才叫共識營 是我傅昆奇做導遊的花蓮之旅嘛 展現花蓮王 這才是重點 現在已經在會議期期間 韓國瑜現在是什麼 韓國瑜現在是立法院院長 他是不可以去參加任何一個黨的黨團會議的 他要院長中立 他要院長中立 所以國民黨的共識營 如果韓國瑜去參加 那民進黨開共識營 那韓國瑜要不要參加 民眾黨開共識營 韓國瑜要不要參加 就不對了 你就失去了院長中立 但是他行程裡面 沒自己在這裡 韓國瑜致詞喔 所以韓國瑜要不要去變關鍵嘛 韓國瑜一定不會去嘛 韓國瑜不會去 誰是老大 我傅昆奇是老大嘛 還有另外一個人是老大 就不要忘了 林陶的老闆 叫朱立倫嘛 所以這一場會議 這一場共識營 不是黨團會議 是朱立倫跟傅昆奇 在跟盧秀燕跟韓國瑜叫板的會議嘛 以後我黨中央 我林陶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政策會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不是你韓國瑜說了算 不是你所謂的這些立委 許小欣你說了算 不是嘛 跟盧秀燕叫什麼 2025年國民黨黨主席要選舉了 大家都在猜測盧秀燕要選這個黨主席嘛 盧秀燕也透過江啟成把手伸進了立法院嘛 所以韓江連線院長韓國瑜 副院長江啟成嘛 所以傅昆奇這一首殺了兩個人 一個叫做我跟韓國瑜講錯 我是老大 第二個叫唯一盧計畫 把盧秀燕圍起來嘛 所以你看喔林思敏說我們如果林思敏開不成 杯葛不讓隔魁上台 最想要杯葛應該許小欣吧 這不是很有議題很有話題流量很高嗎 應該許小欣 為什麼許小欣說這是個人意見 我們要透過質詢的方式要求行政院回應社會的民意 所以年輕的這些藍尾 不是年輕的還加上羅庭偉嘛 這都是台中盧秀燕的人嘛 許小欣的老公叫誰 叫劉燕李 劉燕李以前叫做網路溫度計的總監 現在是台中市政府的嚴考委主委嘛 所以是盧秀燕人嘛 根本就反對你用杯葛的方式 讓陳建仁可以不上台 因為這件事所謂的食安事件 到最後是個案 如果是個案是誰的問題 是台中市政府的衛生局的問題嘛 你要不要叫盧秀燕上台被巡 怎麼叫 你要叫台中市衛生局的人上台被巡嗎 不是嘛 你叫陳建仁去管台中市衛生局 他可以督到 但是他對於內部的了解 了不了解 一定不了解嘛 所以奈何肉為什麼會有瘦肉筋 是應該台中市政府的衛生局 要給社會交代 而不是陳建仁要給社會大局交代嘛 所以傅崑奇跟朱立倫這一手 其實殺了兩個人嘛 為了殺韓國瑜跟魯秀燕嘛 所以國民黨的內鬥 從這一場臨時會的開議 所謂的臨時會的主張 就可以看到 因為國民黨整個黨沒有共識 所以必須開共識營 傅崑奇特意安排呢 黨團的共識營安排在他的地盤上花蓮 而且是三天兩夜 當中還有一些旅遊行程的安排 來 問問怎麼樣看傅崑奇的安排呢 跟你們民進黨的這個所謂的共識營 差別在哪裡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舉行的時間啦 舉行的時間其實我們的話是在1月23號 也就是新科立委根本還沒有上任之前 要進入到立法院之前 我們就應該要先開始開共識營 那我們的舉辦方式是什麼呢 是在立法院裡面 直接在這個環境中 讓大家了解的同時 而且就兩個小時很精簡 讓大家知道說 接下來我們的前進方向是什麼 並且賴主席 我們的賴主席賴清德 是直接到我們的會場當中 跟大家說 從此之後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好 這是我們的共識 國民黨共識營 兩個小時就好了 兩個小時 共識營 國民黨 富國人 三天兩夜 對 共識營 這個我剛剛看到的時候我想說 哇 這個是去旅遊行程吧 你看第一天三點抵達花蓮 然後入住芙蓉飯店高級 然後晚上有晚會 接下來第二天早餐共識營 然後韓國瑜致辭啊等等的報告 朱立倫致辭 也有朱立倫致辭啦 然後週五又是吃飯 然後晚上下午的時候意見交換分組 晚上又一個晚會 又一個吃飯 奇怪 這個為什麼不跟第一天晚會 合併舉行就好 如果我是立法委員 如果我是委員的話 我會覺得 人家人多啦 人家五十二席 對對對 所以我就進去看嘛 然後第三天已經是星期一了 星期一了 我們現在不是上班日了嗎 雖然還沒有開議 但是我們是開工的狀態啊 星期一不是應該回來立法院上班嗎 為什麼星期一還有早餐 地方考察 快樂回家 我想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行程 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們還有眷屬令有安排 所以還有很多的景點 所以剛剛各位大哥在講的 我真的是非常同意意 壹三哥講 這個其實就是花蓮王要展現 花蓮就是我的地盤 我們如果硬要幫傅崑崎講話的話 就是第一 他就當五屆的委員 他不懂議事規則 要不然就是他不用公 我是不好意思講另外一個字啦 對 但是不用公好不好 那第二個真正的就是 他在跟韓國瑜鬥起來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兩個人在這裡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其實我反而覺得 媒體應該關注的是這個部分 藍白國會的起手勢呢 國民黨一團混亂 這傅崑崎跟韓國瑜在互徵主導權 那另外呢 民眾黨也很精彩 因為沒有看過有哪一個黨主席 天天往立法院跑 那現在是公然安插自己人進去 就是他的政郎小姐姐呢 要接黨團的主任 這個陳志涵就說他會全力以赴 同時呢 柯文哲呢 馬上就指派陳志涵有工作任務 就說派這個黨團主任呢 協商下禮拜要拜訪國民黨團 先請教瑞德哥怎麼看 現在是柯文哲呢 不光是搶聲量 然後還要搶黨團的工作嗎 對 真的太可惜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來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這個消息的時候呢 我個人都想要那麼推薦 林涛當國民黨的黨團執行長 你知道嗎 以後就可以跟戰狼小姐姐對干了 你知道嗎 兩邊就可以你來我往了 那麼事實上為什麼把陳志涵 拋到這個地方來 陳志涵不是現在他第一大愛將嗎 他現在第一大愛將不是這個雙皇耶 是陳志涵耶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事實上呢 那麼把陳志涵推去了以後 表示他的手就要伸進去 他不是說黨團自主 黨團自主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自己做主 柯文哲做主了 沒有錯啊 我們都誤以為說黨團是八個立委 自己看著辦自己 黃國燦 黃國燦誰誰 陳昭芝 自己看著辦自己做主 他連自己的這個主任都要這個 民眾黨的黨中央考核 黨中央誰啊 黨中央不叫柯文哲吧 民眾黨還有什麼黨中央啊 都說集體領導集體什麼 我會說一大堆 那我問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柯文哲可以跟國民黨裡面密室協商 就直接把名字給簽下去 不經過民眾黨的這個中央相關的這個委員會 他們自己本身來集體領導 可見這個黨他一個人就做了算嘛 那現在有一個新聞呢 有個消息傳出來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說柯文哲一直在強調說 國民黨民進黨都有政策會嘛 所以呢柯文哲也認為 民眾黨應該也要有政策會 那麼這個新聞是說 那麼柯文哲有意要自己兼政策會執行長 哦 黨主席兼政策會執行長 那這樣就大了 我的意思是王毅川的地位就大了 王毅川就對幹這個等於柯文哲 哎呀這好戲連台啊 太好看了你知道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柯文哲不是把自己做小的嗎 他是民眾黨的主席 而且還是萬年主席 目前為止都是他 然後緊接而來他還是代表民眾黨選過總統369萬票 而且現在兩億五千萬入袋了嘛 那個一票五十塊的政黨補助款 一票三十塊的這個總統補助款都進來了嘛 有錢了 然後現在呢 講話大聲 他現在如果萬一真的成為所謂的政策會執行長之外呢 我在開玩笑說 他不是說那個八個人的辦公室 要經過他這個等於說考核嘛 對 還把部分的助理是不是跟上次一樣 上次五個立委的時候的一樣 部分的助理是不是變成黨團 幫黨團省錢啊 合法的方式 用合法的方式在幫黨團省錢 雇用他們自己的人不是這個樣子嗎 對 他最喜歡用的就寄生國會這一套嘛 其實寄生國會還是小 柯文哲不放心這八隻小雞 就很簡單 是 他講了半天對不對 他就不放心嘛 為什麼他就要當前面那隻最大的 對 然後呢 偶爾要回頭看一下這八隻有沒有落跑的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柯文哲的狀況就在這裡 可是沒有用 為什麼 一個禮拜要兩次跟這八隻小雞開會 有什麼用 因為所有的你看喔 傅昆琦才剛過完年 馬上出招 大家都在搶舞台 你以為只有一個傅昆琦嗎 沒有欸 一定有很多包括國民黨 包括民眾黨的這些立法委員 尤其是新柯立委 會想盡辦法爭取媒體的眼光 對 媒體在哪裡 攝影機在哪裡 他們就在哪裡 然後呢 一個會講一個 一個會做出 一個會比一個做出那種荒腔走板的 所有的新聞 我們台灣的新聞就這樣嘛 哪裡有新聞 然後這個美光燈就往哪裡去嘛 那柯文哲就算一個禮拜 兩次跟他們黨團開會 又有什麼用 就算說什麼 現在要要求這個立法院的駐衛警啊 加強考核 不讓記者溜上去對不對 怕他們在開會的時候被記者聽到等等嘛 我告訴你 柯文哲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他的流量 網路流量不斷的在降低 過年期間 我們過年前不是跟他那邊開玩笑說 我們來搞一個白倉計畫什麼 過年七八天假期都不要講柯文哲 全部講黃國昌 我們的網友滿滿大家合作滿團結的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網友寫了一百個 在網路上寫了一百個黃國昌 你知道 大家真的都沒有人提柯文哲 他的網路流量竟然掉到 有一天掉到只有韓國瑜的八分之一 現在韓國瑜變成他的頭號公敵 而第二流量的人 竟然是他的屬下叫黃國昌 黃國昌啊 你怎麼可以把那個阿伯出事的那個 出事的大年出事的那個出事的梗 拿來用到自己的身上 這個梗可以用 可以吸睛 但是柯文哲要自己用 黃國昌啊 你就像當年的蔡壁如一樣啊 功高震主 忘了我是誰 柯文哲現在是不是也在搶占舞台呢 除了指派這個陳志涵呢 擔任這個黨團的這個主任之外呢 同時呢 在每次的受訪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注意到 柯文哲呢 都是站在黃國昌的前面 翼三兄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在說架空民眾黨團嗎 然後每次的所謂的鏡頭什麼 明明人家是要問總召黃國昌 結果柯文哲一定站在最前面 對 所以我現在有點為柯主席擔心 因為怕黃國昌如果咆哮的時候 他耳朵可能會縱容掉 或者是講話講太大聲 咆哮的時候呢 口水噴在他的後腦勺 因為他說站在後面啊 所以這件事情都代表著柯文哲 根本不信任黃國昌 也不信任黃珊珊嘛 雖然他在過年期間 在網路聲尿狂疊 但是跟蔡壁如兩個人合演了一出 所謂的情人節分手性的戲碼嘛 蔡壁如現在已經不是柯文哲 嘴巴裡面講 已經是別人的人了嘛 也就是盧秀燕的人 盧秀燕的團拜 也邀請他 但是他因為第一天報到 所以來不及參加 但是民眾黨的團拜已經不邀請蔡壁如參加嘛 當蔡壁如已經是別人的時候 柯文哲一定要安插自己人進入黨部跟黨團嘛 兩個人一個叫做黨秘書長周渝修嘛 企圖取代現在已經是整個黨中央是親民黨系統 或者地方黨部是親民黨系統的人 透過周渝修要佈局黨中央跟地方黨部的所有的人士嘛 另外一個所謂的親信就是陳志涵 就是做黨團主任嘛 陳志涵負責什麼 網路流量嘛 這個網路流量不斷的要做給柯文哲 不能做給黃國昌 而且陳志涵本身就自帶流量 他是可以取代黃國昌的流量嘛 也就是說柯文哲透過了陳志涵跟周渝修 其實都在架空黃珊珊跟黃國昌 他這樣子還不放心 他自己還要身兼所謂的政策會執行長嘛 王一川 王一川回來了 王一川你現在對手叫做柯文哲 現在已經大到不得了了 已經跟黨主席同一集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沒有流量 失去流量 失去到必須去趁王一川的流量嘛 我剛才跟林陶講說 林陶你也接一下政策會執行長 未來林陶 王一川 柯文哲對戰 這出戲嘛 絕對好看嘛 所以我要講說 柯文哲把自己做小 那老實講 黃國昌會沒意見嗎 柯文哲的大小是根據流量而定 而不是根據位置而定 黨主席每天坐在黨中央 沒人敢打電話給他 他電話現在已經沒人敢打了 也不敢打電話給別人 因為別人也不會接他電話了 所以他已經沒有角色了 他必須透過立法院現在唯一的戰場 去蹭他的聲量 蹭別人的聲量 蹭林陶的聲量 去蹭王一川的聲量 去蹭黃國昌 蹭韓國瑜的聲量嘛 所以柯文哲是一個沒有聲量 就不能活下去的男人 所以他必須透過國民黨 透過立法院國會這個戰場 來去創造他的聲量嘛 這個是他的最後他的目的 他就是為了流量而生的男人 所以他現在鑽在這個 所謂的黃國昌前面 其實到最後還是很虛的 我剛才問了林陶 國民黨的政策會的執行長 林陶也不能做啊 為什麼 一定要立法院的總召兼任嘛 因為你必須要立委職權 你這個政策會的執行長 才能夠透過你在立法院的執權 去提出相關的法案 而且有個重要 你要有一定的政治歷練 對 那像陳志涵你這樣子變成說 他黨員主任 那到底現在是聽誰的 是聽黃國昌 聽陳志涵還是聽柯文哲 當然是聽柯文哲 因為他是柯文哲的貼身幕僚 但是重點是一樣 沒有立法院的執行長 為什麼我們當初要搶救王毅川 王毅川做的這個政會執行長 那麼多人希望他未來520之後 有機會做這個立委 不是因為王毅川 是他流量很高 是因為有立委的職權 你才能對於所謂的黨跟黨部之間 黨部跟黨團之間 做一個合法的橋樑嘛 但是你柯文哲沒有立委的身份 你憑什麼去在立法院做合眾聯合運作 這個是他所缺乏的 所以你即使有10個陳志涵做黨團主任 每一個立委他在行使他立委的職權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不聽你黨中央的 因為立法院是每天每個會議的戰場 每天每天的交換 所以你沒有立委的身份 更何況陳志涵連一天助理都沒做過 陳志涵去把周恩來的那兩本書 先看完再說 你如果連立法院的運作都不知道 你連憲法裡面的倒閣權 會引發什麼樣的政治影響 你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還提什麼倒閣權 你憑什麼資格接任這個黨團主任 林涛都贏過你了 林涛至少在國民黨的黨中央的政策會 做那麼久的時間 所以你連林涛都站不了的時候 你憑什麼去站傅崑奇 你憑什麼去站王毅川 而且醫生兄我有請問 如果陳志涵說是要代表他 不管是黨團還是代表柯文哲 說要去拜訪這個下週的拜訪時間 國民黨團要理他嗎 黨團主任就拜訪黨團主任 黨團主任跟黨團總召是不一樣 民進黨也有黨團主任 通常是資深的國會助理 兼任這個黨團主任 跟執行長也沒有關係 所以柯文哲黨團主任歸黨團主任 陳志涵如果去拜會 民進黨或國民黨黨團主任 通常是資深的助理 這些資深的助理 修理你陳志涵就修理夠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陳志涵你先去背周外 那兩本的議事規範跟議事運作的原則 如果你不懂立法院的議事原則 你去拜訪人家 人家修理你 不理你 對的確 喬文哲會怎麼看 陳志涵如果要當他民眾黨團主任好了 那他去拜訪綠的或拜訪藍的 那到底是藍綠是需要理他嗎 然後再來說黃國昌難道沒有意見嗎 一直站在柯文哲一直在他前面 等於是搶他的風頭 他會不會受不了 陳志涵要來接民眾黨黨團的主任 其實這一招我除了剛剛他們 這個瑞德哥和一三哥在講的說 寄生國會 就是把民眾黨的人放在國會去 讓國會付他薪水之外 坦白講我想不出其他任何的作用 因為 寫弟子 你這個是 那林濤你也要進來立法院 或者是你要接 真的要接國民黨的政策會 這就是很亂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在立法院這幾年 我的經驗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們委員 是委員沒有錯 但是我們其實真的是要靠強大的幕僚群 整個辦公室的運作 他這個助理牆 幕僚群牆 才有辦法提出高品質的法案 並且進行立法院的議事程序 以及攻防等等 整個來講 這個團隊是非常重要的 而這個團隊的領導人 通常就是辦公室主任 所以一個委員的辦公室主任 就這麼重要了 那你看看一個黨團 也就是要綜合協調這麼多委員辦公室的黨團 的黨團主任 那要有多重要 多麼資深 所以對我們民進黨來講 我們民進黨黨團的人才 坦白講我們每一個都非常尊敬 更不要說黨團主任 貴人姐對我們來說那好像是真的 真的就是活字典 你們的黨團主任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黨團主任不但在立法院 已經服務近三十年 對不起 我說出他的尊敬 對不起 我說出他的尊敬 我載的時候他就載了 對不起 我說出的 而且我們在上一屆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尊敬的 我們甚至把他列名為 不分區委員的提名人 是這樣子的高度是 對 所以我們有任何 尤其是像我們之前 我也是新進委員過嘛 當然我現在稍微熟悉一點 但我也還是有很多沒有他們懂的 包括議程要怎麼設計 要怎麼排 要怎麼跟其他黨團 是一種協商 甚至是工法 不是有時候是常常 always 對 是在這樣的狀況 那我就不懂了 陳志涵在這樣的經驗歷練 他要做黨團主任 請問他是可以給民眾黨的其他 八位委員 什麼樣的建議和指示 那他又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和 資歷和能力 去跟其他黨團的黨團主任 來協商溝通討論 老實講他來敗退我們的黨團主任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要聊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要聊什麼 你要來協商什麼 請問你要討論哪一個部分 是黃國昌每次都提出很多這種奇思妙想 那你們要怎麼克制嗎 還是什麼套句黃國昌 我不要說藍綠 光黃國昌是不是看得起陳志涵 黃國昌 如果他能夠吐露他的真實心意 我覺得他一定會用他的招牌口頭才 太離譜了 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怎麼會是陳志涵來做黨團主任 我真的是不能想像 那因為主要就是因為 陳志涵背部當然是柯文哲嘛 是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 所以陳志涵的角色是真的 還是兼軍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最有可能的狀況 一方面是用國家的薪水來給付他個人的狀況 另外一個方面真的就是代表柯文哲來這裡 可能他最主要的功用是主席 等一下有一場精彩的主席 你要不要到立法院來 那主席可能就來了 因為主席現在的戰場就是在立法院裡面 你看其實剛剛在討論柯文哲的站位 柯文哲有辦法架空民眾黨這八位立委嗎 柯文哲如果出現在現場 你覺得民眾黨的立委會不站在他的後面嗎 再怎麼說 這些不分區的委員 也是主席提名的啊 所以論資牌背 他當然要站在主席的後面嘛 可是這麼一來就亂了立法院的規矩 因為我們是在採訪黨團 在採訪委員 採訪黨團的總召出來做代表 你現在用主席在這裡 那這豈不是亂的規矩嗎 所以柯文哲最大的問題 不是他站在哪裡 而是他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立法院 他現在天天去 對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我們說來想去 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柯文哲真的就是需要美光燈的人 因為現在美光燈就是聚焦在立法院 而且未來是從2月到5月 尤其是新任的這個韓國瑜院長 然後國民黨團 又有這個傅崑奇啊等等 對不對這其實精彩可惜 所有的大戲都是在立法院 那你說柯文哲會不來嗎 但是他來就是一個亂象啊 對 因為以往我們看到藍綠哪一個黨主席 是天天到立法院去 然後人家訪問立委的時候呢 黨主席一定站前面 所以傑明哥怎麼樣解讀柯文哲這樣的角色啦 以後在立法院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呢 黃國昌受得了嗎 這本來是我的舞台耶 你現在是硬要插進來好了 然後當然有就是說 有媒體人就說 這個柯文哲就是為了聲量嘛 柯文哲有說 如果只要聲量 那就當網紅就可以啦 問題是他現在到底是要當網紅 還是要當民眾黨團背後的太上皇呢 他其實某種程度就是網紅的意思啦 他講這句話說 既然當政務為什麼要當網紅 其實坦白講 他就是因為要當網紅才當政治人物 他聽柯文哲講話 其實他的否定句 常常就是肯定句 他說對 我就是網紅 而且我要當政治人物 不過我們講這件事 有個很嚴肅的話題在這個地方 就是柯文哲如果沒有辦法 寄生立法院 柯文哲算什麼 對 第一個他在各個地方沒有什麼 除了高華恩當新竹市長之外 他各個地方組織 沒有他的發聲權啊 他也不能去代表整個柯文哲 在地方去發展過程當中 柯文哲現在叫做民眾黨黨主席 然後什麼職位都沒有 所以寄生立法院 已經是民眾黨所需要的這個政策 陳志涵去當民眾黨的這個主任 政策的主任 其實坦白講是水到渠成 為什麼 因為現在民眾黨所有的文宣人 所有文宣部門 全部已經寄居在這個立法院了 在以前之前提過一件事情嘛 他們用電量是時代力量三倍啊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好了 如果今天你的文宣部門都在立法院 表示他們將來 一定要贊助每個立法委員 在各個議題上面發揮功力 好那這個情況下 請問一下這些立法委員 除了這個我說黃國昌 有立法委員的資歷外 其他七個有嗎 以前四個我們沒有太在意啦 因為當時我們在意是柯文哲 在擔任台北市長嘛 所以很多事情是跟台北市政府有關 所以立法院這立法委員做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不這麼關心 可是我要回來一件事情 現在柯文哲不是台北市長 他是一個叫做民眾黨黨主席 但不知道這民眾黨主席被冲下 兼政政會執行長 這個就厲害了 其實他也就是說以後 任何立法委員出槌的時候 他可以站出來講 或者他講完一槌叮的時候 下面可以取幾工資 對我們這樣講 其實黃國昌今天能夠擔任立法委員 是拜誰之次啊 拜柯文哲之次啦 那你說他去挑戰柯文哲 這件事怎麼可能呢 兩年後他要去寫新北市長 還要得到民眾黨的支持 雖然他也自帶聲量 他只好認了啦 只好讓柯文哲一起站他前面 他大年出事還拍了一個畫面 拍那個柯文哲這個擺頭的姿勢 還說講了一大堆什麼出事 要擔心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這樣講就好 柯文哲 柯文哲也很清楚 既要生雨也要生量 就是說今天有柯文哲才有黃國昌 我黃國昌才有這個柯文哲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態度是比較清楚的 可是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今天立法院是掌握全台灣新的 立法的職權 柯文哲有沒有立法委員的經驗 沒有 陳志涵有沒有當過立法院助理的經驗 沒有 有兩個沒有經驗的人 跑去當了立法院的民眾黨的政策委員 裡面做關鍵的政策執行 你覺得會是什麼狀況 我這樣擺明了 就是看藍哪裡不順眼打藍 看綠哪裡不順眼打綠 來製造他不藍不綠 好我們舉個簡單例子嘛 像這一次這個所謂的臨時會的事情 這跟柯文哲什麼關係 他又不是立法委員 他也不是黨團的總召 他有講話喔 他有講話喔 因為記者一問 柯文哲就在那裡 對啊 而且他講話還上報紙喔 報紙裡面是沒有其他立法委員 後來勉強出了一個幹事長說的話 可是回來一件事情 媒體就po到他了 那我請問一件事情 如果柯文哲現在跟立法院沒有關係 請問一下誰要去訪問柯文哲 他的高度已經不見了 所以回頭一件事 這對柯文哲 那同樣民眾黨那八位立委 大概也只有黃國昌能露臉 其他七位都不用露臉 因為有柯文哲在了 其他人也沒有發聲的管道了 他們是駐權 柯文哲講完的時候 他們跟著駐權 所以回頭一件 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像你看我們今天蘇小輝 立法委員他就可以表示 他對政策的看法 因為他有自己的思維 但總體大家還是有個共識 現在立法院 這個民主黨立法院 是沒有個人的看法 你什麼看法先打 因為柯文哲都在 陳志涵 那些柯文哲有什麼想法 我現在要上電視了 你請問一下 陳志涵有什麼說法 對 變這樣子啊 好 那陳志涵就會講一講說 他就上了檯面說 我該怎麼講 大家一起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事情 我們講白了嗎 因為紫光這次立院的 立院選舉裡面 就立法委 他們民眾黨 是不是一人一把號 各吹自己的號 對 我們當時的狀況如此啊 對柯文哲來說 這對柯文哲也是一個傷害 不過簡單一句話啦 陳志涵的出現 他是要延續 總統大選的餘溫 因為這個總統選舉 讓陳志涵有一定的高度 只要陳志涵繼續在立法院 能夠待上四年 二零二八年 柯文哲還有機會 再問答下一任的總統 但是如果陳志涵擺在世 在這個民眾黨裡面的一個黨功 請問一下他有聲量嗎 那沒有陳志涵 就沒有辦法把這個小草 變成是長大的草原 對 來我請教這個林濤啦 怎麼看柯文哲呢 好像沒有見過 或是很少啦 黨主席朱立倫 常常出現在立法院 然後都站在這個總召前面 大家很少嘛對不對 幾乎沒有 再來國民黨的黨團主任 是一個什麼樣的資歷跟條件 基本上我覺得立法院 接下來會有兩個柯總召 另外一個柯總召就是柯主席 那如果他成為立院的柯總召 總召也可以簽民眾黨的 政策會的警長 以國民黨是要總召 這個政策會的警長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柯主席 他站在黃國昌前面 他就覺得說很多議題 要他自己來答 那你看他今天早上旅遊公會 邀請三黨主席 對話他馬上說我們主動聯繫 我在我在我就會立法院 他所有的議題他要全吃 因為他的聲量掉得太快 我覺得這柯主席 可能心中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覺得派陳志涵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陳志涵他基本上講的話 就是柯主席講的話 我覺得其實像國民黨 跟民進黨的黨團主任 他是誰來兼任 他一定是資深的區域立委的 資深的助理來兼任 為什麼因為他有很強的民意基礎 他熟悉立法院運作的規範 可是因為台灣民眾黨他的立委 全部都是部分區 沒有區域立委 所以他的民意的來源 是來自於柯文哲本身的票 所以他當然可以派一個陳志涵 就是說我今天全部要聽我柯文哲了 因為你們巴西的立委 全部是部分區沒有地方的民意 所以你都要聽我的話 可是國民黨民進黨不是 每一個黨團的主任 他一定是資深立委出來的 所以今天我覺得外界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你今天陳志涵說真的 你的民意的基礎在哪裡 你對政策的厚度的論述在哪裡 還是你只是要當柯主席的新的血滴子 去幫你開始 然後開始去殺 或是你要當黃珊珊的血滴子去殺 幫黃珊珊鞏固更大的權力 因為我們說真的 雙黃也在爭 黃國昌也在爭聲量 黃珊珊也在爭聲量 那過去陳志涵就是跟黃珊珊比較好的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民眾黨 還是陷入一個內部爭鬥的格局裡面 那國民黨要怎麼跟陳志涵溝通 如果他要來咧 你們要派出什麼樣的人 也是黨團主任 我等一下打電話 不然我來接好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來那要談什麼 就是說 那我要聽黃珊珊還是聽黃國昌的 還是聽任何其他人 還是聽周宇秋的 那你們會不會猜是說 現在陳志涵來是代表誰的意志 柯文哲的意志 對 可能不是黃國昌的 可能不是黃國昌 那他來是不是來者不戰 還是來者散 那如果你來來者不戰 那我幹嘛接見你要談什麼嘛 所以我覺得陳志涵他要來之前 他要講清楚 你是代表誰 你要談什麼議程 你要談什麼法案的內容 還是你帶著誰的命 來談整個的過程中 如果沒有講清楚 我覺得陳志涵的整個的 當黨團主任的這一件事情 是非常模糊的 對 因為整個的資歷跟經驗等等 是完全是零 在這種情況之下 要當黨團主任 你要如何去所謂的議事去協調 如何去運作呢 妹妹姐 我們看到到最後 會不會鬧出大笑話呢 這有什麼關係呢 陳志涵背後是柯文哲 柯文哲最喜歡講自己是正 所以陳志涵就是盧正清零 這就夠了 那你要講規矩 對 國民黨 民進黨 大家立法院黨團 有立委 有區域立委 有資深的黨團主任 有總長什麼 大家都很有規矩 可是民眾黨有嗎 民眾黨本來就是個一人黨 他本來從以前市政府 他就寄生在市政府 當市黨寄生市政府 對不對 那有開始有這個部分區 就寄生國會 只是這部分區再多一點 就寄生的陣容再更壯大一點 他本質還是一個一人黨 那一人黨 你要他什麼規矩 沒有規矩 柯文哲的想法 就是法 就是規矩 要跟民眾黨打交道 必須要這個認知 所以誰說了算 到時候當然是柯文哲拍板 說了算啊 你別看黃國昌是這個黨團總召 又怎麼樣 黃國昌自己先前有講過 他說什麼 從此以後只有黨議 沒有個人的意志 你記不記得他講過這句話 有 什麼叫做黨議 黨議是誰的議 就是柯議 就是柯議嘛 都可以忍著跨下之土 這樣子扛著走啦 那將來兩年後 要想選新北市長的人 他能夠得罪柯文哲嗎 務實的很 所以黃國昌才想的 我趕快去這個新北板橋 這個開設服務處 我要去選新北市長 我要離開這個立法院 也不錯 因為才有自己的一片天 才有自己的一片天 也不錯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剛好 那柯文哲就在立法院 更如魚得水 否則的話請問一下 一個光棍陽春黨主席 誰理他 過年期間 我發現一件事情 蔡壁如搭公車 比柯文哲搭公車還上新聞 你沒有發現嗎 對 大家想到說過去柯文哲搭公車 現在沒有人在理了 不是嗎 柯文哲跑去 沒有啊 聲量暴跌啊 但柯文哲確實就是一個 為聲量而生的男人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在台大醫院當醫生的時候 很多記者就跟他很熟 你知道為什麼 他特別愛講話 看到麥克風就湊過去 講話又蠻好笑的 那他一直就是這樣子 那包括蔡壁如 不是都有揭露嗎 柯文哲要看聲量報告 那我請問你 一個光棍陽春黨主席 如果沒有常常去國會 沒有去接一個 就算明目不叫做政策位執行長 不是一個實質的政策位執行長 不去那邊露臉 他是什麼 對不對 第一他會很寂寞 他要講話 他要美光燈 他要聲量 否則他會受不了的 聲量都集中在那個男人身上 或是民眾黨的聲量集中在總召身上 或黃珊珊身上 他哪裡受得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他會常常去 然後呢大家講了半天 到時候還是以柯文哲說的話 一錘定音 麥克風自然又遞向柯文哲了 大家還才會知道說 柯文哲是真正的老大 而且這些不分區沒有人敢得罪他 包括你黃珊珊想選台北市長的話 你能得罪柯文哲嗎 包括請問一下柯文哲 有沒有在對你們兩黃王平衡之間 有嘛 我覺得對啊 這個陳志涵蟑螂小姐姐 他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AI監視器 今天那個什麼 AI深層人工智慧 Chad GPT 這個深層的了解柯文哲的心思 然後可以這樣標準回答 八個立委的辦公室 就隨時在那邊遊走監督 對遊走監督 而且發表這個柯文哲的意志 那大家就要口徑一字 雖然前面可能一人一把號到最後統合 就是柯文哲的意志 所以他就是行走的監軍嘛 就是這樣子嘛 那另外周虞修什麼 周虞修也是他的人啊 也是當秘書長 周虞修資歷夠當秘書長嗎 那為什麼 那也是他要來平衡嘛 現在蔡碧如已經是一代新人換掉舊人了 新人是黃珊珊 新人是黃國昌 可是柯文哲永遠要站在一個最高的高度 好那讚良小姐姐現在目前就當作是他的分身一樣 可以當他的監軍 又可以幫他管理小草 又可以有網路 那這些對他都很重要 那更重要的是他隨時可以來黨團 像給他操咖一樣 他雖然不是立委 但他真的就是太上皇 OK 他是總意志的代表 所以各位不要懷疑了 這個柯文哲會時常出現在立法院 然後呢 國民黨跟立法院呢 這個黨團呢 大家可能要點心理準備 這個黃國昌說了也許不算 黃珊珊說了也不算 讚良小姐姐可能說的比較算 為什麼 因為他後面叫做柯文哲 那最後一錘定音的就是柯文哲 沒有規矩 就是民眾黨的規矩 那到最後會怎麼樣 到最後去就像傑民所講的一樣 我這個事情 這個議題跟國民黨有利可圖 我就跟你合作 我給你民進黨好看一下 這件事情 我對國民黨看的不順眼 我跟民進黨可能還有一點共同語言 我們就來合作一下 非藍非綠 那要把自己拿翹 那到最後還是我講了一點 如果藍綠有些過去很重要的政策 可以合作 藍綠如果合作 那真的民眾黨那巴西就是空氣 可是如果藍綠之間 互相是個對抗情勢的話 那巴西就是槓 就是關鍵 就是關鍵 就是其貨可居 就是可以感情勒索 就是可以勤勒 那兩大黨有沒有智慧 來面對這個環境 你們要不要被綁架勒索 那要不要隨著沒有規矩來起舞 那就看兩大黨自己的智慧了 柯文哲指派陳志涵擔任他們的黨團主任來瑞格 陳志涵現在變成是柯文哲的新歡嗎 然後就外 蔡壁如已經是別人人家團隊的人了嗎 說起來有點蒼涼跟可悲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當年沒有蔡壁如 哪有柯文哲 你會覺得我這樣講真的很奇怪 應該是沒有柯文哲哪有蔡壁如嗎 事實上葉克摩之母指的是誰 不就蔡壁如嗎 很多包括MG149 不就蔡壁如知道的最多嗎 包括柯文哲這30年來所有的一切 蔡壁如掌握的這個的東西啊 那麼掌握的是最多的東西 而且他30年來啊 那麼一生選命就是要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最後的結果是這樣 我常說啊 那麼蔡壁如被趕出台北市政府 被趕出立法院 最後連台北市都被趕出來 只好到孤單到台中海線去選立委嘛 那麼這就是蔡壁如告訴我們一件事是什麼 當柯文哲講出來說 蔡壁如是民政黨第一大的戰將 我就想到柯文哲是雍正志 自比自己是雍正 所以雍正第一戰將不是西北大將軍的年庚瑶嗎 所以他的不是一扁再扁 右扁不要扁去看城門嘛 不就這樣嘛 本來西北大將軍最後去看城門嘛 不就這樣嗎 最後看城門以後就直接刺死了嘛 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蔡壁如跟這個等於說 柯文哲的關係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因為蔡壁如啊 他犯了一個大忌 而這個大忌是現在黃國昌正在做的 叫做公高正主啊 他立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呢 他是市長以下 所有人以上耶 那時候包括檢院都跟他槓上 有好多人跟他槓上嘛 對不對 如果有表現太傑出的 下場就像差不多這樣子 旁邊的張義善一樣 你知道嗎 鬥 民眾黨從成立到後來鬥 那誰叫隔壁這位要這個等於說 提議成立民眾黨對不對 所以張義善是我幹啊 那就是提議成立民眾黨的結果就這樣 這個黨就只有一個字就鬥 很簡單 而且他的主席 放任下面的人 讓他們鬥來鬥去 你鬥我我鬥鬥 鬥來鬥去 最後最會鬥的那個人鬥到台中去了 那蔡壁如為什麼會在這個現在呢 接了這個盧秀燕的十二職等的 有幾職顧問呢 因為很簡單 他需要舞台啊 對 蔡壁如需要舞台 那時候 蔡壁如不是搞了這個有關於 碩士論文事件嗎 那個學位被剝奪嗎 當時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第一時間他並沒有想要辭掉 不分區立委的職務 到下午突然間被請辭 被請辭掉了 被逼著要辭 逼著要辭掉了嘛 我記得嘛 當他沒有這個舞台 他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告訴你啦 一個人喔 一個人他的重要性在一個企業 或者在一個國家 他的重要性不在於他什麼職務 而是在於掌權的最上面的人 信不信任他 那時候你就看得出來 蔡壁如已經被逐出相關的權力核心了 所以他一再被逐出 網紅常常製造所謂的假訊息 假身份 所謂的假的言論 這些言論去影響到 去為了流量去製造這些東西 柯文哲就是標準的啊 柯文哲不只這句話是假訊息 柯文哲你的兩億美金交代了沒 道歉了沒 對